反送中運動持續 雖然港府要求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 週五 仍然有數萬名公務員 在香港遮答花園參加集會向政府問責 週五晚上7點到9點 香港公務員首次進行集會示威 主題是 公僕同仁 與民同行 公務員們要求特區政府回應民眾提出的五大訴求 包括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撤銷對所有抗爭者的控罪 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等 前政府司司長陳方安生 前立法會議員吳艾怡 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等前高官 相繼上臺發言 臺下參與者軍曝以熱烈掌聲 此前 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 特區政府絕對不接受任何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行為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在彈晚集會上表示 政治中立是他提出來的 又表示現場的公務員毋須恐懼 大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以個人身份表達訴求 參加集會的公務員也紛紛表示 公務員也是香港人 下班後也要為香港的自由發聲 集會結束時 大會組織者表示 公務員和其他抗議者一共約有4萬人出席 警方尚未公布人數 新唐人記者王語音綜合報導